东华一月,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出身一月 在一百多年的岁月里,他曾经见证过不少华裔名人的诞生 今天傍晚,在这里举办了一场小型活动 将报纸坛继续服务华人社区 12月5日晚上,位于旧金山华部的东华医院内 举行筹款庆祝活动,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到场出席 恰逢80岁受臣的社区领袖 朝商会荣誉主席陈英谋慷慨捐赠50万 以支持在北美华人历史上 具有不可取代地位的社区医院 东北医院 我做了一点,但在比较,我的评论太多 人们笑着我 我真的听到有人不向我直接说 他说,我钱,你没有钱 我做了很多钱,我批准交给钱 我批准交给务资 奥義奥義,它是所做的, 奥義奥基督、奥義奥基督、 這個區域是可以讓他們寫的, ave it right back to the communities and 278 people go up in poverty in the city and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to be in a position he could easily say that hey I'm just going to live my life and take care of my family but he understands that in order for us to be a better city in order for us to be a better community 东华医院具有100多年的历史 其前身是东华药局 它是北美地区第一个配置有中文医生和护士的社区医院 包括功夫巨星李小龙等在内的不少华裔名人均诞生在这里 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做这个radiothon 还有就是Mr Arthur Chen的78岁的生日 然后总共我们今天就raise了超过70万 50万是Mr Arthur Chen自己就陈阴谋先生一个人捐了50万 然后潮商会就一共捐了12万 然后再加上那个radiothon就大家打电话进来 一共捐了8万 所以总共超过70万 非常非常感谢市区陈阴谋先生 潮商会还有我们的市区对东华医院的大力支持 因为东华医院是个市区的医院 需要大家来帮助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不是没有那种政府的funding 也不是说每个个人的所拥有 是我们是市区所拥有的市医院 需要我们市区一个大家一起来支持 来支持这样子 中国艺术医院 如你们所知 它是一样长的历史 超过100年 因为我们有很多中国美国人 或者什么 是第一个 比养质的女儿 在南美国 不仅在塞兰西哥 所以我们需要支持这个社会的社会 尤其在西安西哥 我们有更多届于中国的美国 他们需要,他们需要美国的美国 可以支持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支持中国的美国 我认为,我们没有接受的事情 没有 members 事实上 这不是第一次来的事情 这就是最后的事情 这些事情 事实上 事实上 在多么百岁 我们都在高的上 我记得 1998 我也在设计了 两年之后 大家知道 Rose Pat called me 12 o'clock at night and told me to come back out and we got through that one but before that many many generation we have a lot of problems because we are a small hospital and there's a lot of competition but don't worry we'll get through this with our board and I'm sure they will do a very good job thank you very much you